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会依师傅昔正空老和尚 教导力昌当下成佛之法 制作本卡通片 若今生不能出三界 再成佛的机缘 要等无量挟后 为什么 一 良思难遇 二 自心的堕落 因私欲而恶多善少 三 环境的更污染 所以再生一世不如一世 到那时佛法难民 随叶流转而不自在 苦不堪言 世界的环境越来越坏 为了工作 求生 彼此的接触 越来越密切 频繁 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更坏的事 依着少而露点多 物及欲的冲动 是婚姻为而稀 子女无教无欲 论常不再 而失去人性 我们无量劫来 无法脱离 财 识 明 食 碎 而不能正德 是多么的悲哀 师父 出世教导我们 千年难遇 苦口河心 说法五十余年 到处奔波 为世界 为众生 贡献自己所能 唤醒痴迷的广大群众 回头是岸 力昌世界和谐 消美战争及斗争 全力推动 弟子规 造成佛的基础 愿天下众生 放下屠刀 徐师正道 得大自在 本片制作两年 特献师父上人 八十四华诞与 说法五十余年 学生等 献此博礼恭贺 并恭请师父 少立 师父 你是世界明灯 我等的大导师 以你当下自在 叛醒痴迷众生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宇伍 阿弥陀佛可面辣 清朝时候的吴山 有一间算命馆 算命先生 叫做吴随声 吴先生 除了为人指点迷津之外 同事 亦都好喜欢 劝人念佛 平常人 如果能夠將阿彌陀佛的佛號念得好 就是上等的好命人 吳先生 你是不是說真的 句句實言 好 那我從今以後要做好命人 努力用功念佛 那就太好了 有時候 吳先生也會跟人說起 自己念佛的真實感應 講起來 我這條命都是念佛念回來的 喔 為什麼呢 呃 我年輕的時候 原來 吳穩星是揮州地方的人 年輕的時候 時時在蘇寒一帶做生意 又一次 她是苦憂 遇到一位出家人 這位居士請你留一留步 啊 師父 你叫我啊 哈哈 有句話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聽呢 啊 師父 你隨便說吧 居士你相當有善根 只可惜 你二十九歲那一年 會遇上一場水難 當時 吳穩星聽了之後 心裡就非常之害怕 就請求師父 靠他免除災難的方法 那位師父 想了一會兒 才跟他講 你從今以後 就應該要戒殺放生 並且要虔誠念佛 加持大悲咒 或者可以免了這個災難 吳穩星聽了之後 就每日照著這樣做 一點都不敢偷懶 同時 他又想到念佛的好處 就經常勸人念佛 到了他二十九歲那一年 因為要趕回鄉下 吳穩星就在桿桿這裏搭船 吳大爺 你快點上來吧 船要開咯 吳穩星上了船 船上連他 一共有十七個人 這位先生 你這趟是不是回家 是啊 你呢 我也是趕回家 船行走了幾十里 有些人在這裡聊天 有些人閉目養神 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怪起狂風 並且潮漲起來 猛猛的巨狼不斷地打過來 眼睛著船就快一點 這個時候 吳穩星 忽然之間想起師父說給你聽的話 急忙地欠掌念佛 船羽默 巴み答法 湯蝦 揍共有的 當吳穩星睜大眼 發現自己已經被漁夫救了起來 手中緊緊握住那一串 平時計數用的念珠 因此 吳穩星就來到吳山 開了這間算命館 藉著談論命理 向人介紹佛法 後來 杭州一帶的念佛風氣非常之輕盛 城市和鄉鎮之間互相感化 好多男女老少都喜歡念佛 大家都說 吳穩星的功德實在太大了 唸佛寶康寧 清末的浙江嘉倩 有位周田南先生 他的歌聲忠厚 平時又喜歡幫助別人 但是有一件心事 一直令他非常煩惱 唉 都五十歲了 都沒有兒子 來繼承我家的香火 想來想去 周田南先生 就決定去杭州 天竺山祈求 佛菩薩 求你保佑 賜個兒子給我 果然 後來他的夫人 就生了一個兒子 取名周賴昏 周賴昏出生沒多久 他的爸爸就過了生 於是 他們就搬到西塘居住 梁呀 乃昏真是聰明 只要看過一次 就可以整本書都背到出來 周賴昏 小時候 跟著者夫讀書 就可以過目不忘 所以 他十七歲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功名 因此 節中一帶的人 個個都懂得他的名字 由於清末 閉除了科舉制度 周賴昏就入了上海理科專校 學習理化生物 畢業之後 就擔任老師 老師 我們今天是否做實驗呀 哎呀 他死了 老師 這青蛙為什麼會死了 有一次 在上課的時候 周賴昏看到學生 不小心弄死了小動物 心裏面非常難過 從此以後 他就決心 食長素 歸衣三寶 開始念佛 因為母親的勸告 他又繼續教書 同時 在放假的時候 為一些青年人 講解佛法 周賴昏 視乎母親 非常孝順 同鄉的人 都認為他是一個孝順仔 唉 雖然大家都說我很孝順 但是娘的病 這麼久都未好 連父母的病都不能夠代替 那又怎麼算盡效呢 於是有一天的早上 他就起床 他就起床 墳香禮佛 並且 刺穿的手指頭 用血寫了 南無阿彌陀佛 六個大字 以及 願同念佛人 共生極樂覺 見佛了生死 余佛道一切 這二十個一寸大的字 希望能夠為母親祈求康寧 當日 他母親的病 突然之間好完 大家都說 周賴昏的孝心 感動了天 阿靡阿彌陀佛 練佛能解压 在民國四十五年左右 阿達仔才三歲 在這時候 是住在台中北屯的一個小鄉村 他的外婆 在這個地方中唯一信佛念佛的阿俊嫂 阿摩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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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 你在這裡念什麼呀? 阿達乖 阿摩在這裡念佛 念佛做什麼呀? 傻仔 阿摩念佛 佛菩薩就會保佑你快高長大 哦 阿俊嫂和一摸阿達仔的頭又繼續念佛做功課 有一天下午 阿達仔正在門口玩 這個時候 知道在哪個地方找了一隻母豬出來 向著阿達仔衝過去 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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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得了啦 阿俊嫂 阿達仔被母豬碰到呀 阿達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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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一日開始 阿達仔就昏迷不成 眾細意 醫極都醫不好 二十日之後 就過身了 悲傷的家人 阿達仔 阿達仔 把阿達仔放在大廳的地上 用一塊爛布 蓋住 死亡診斷書 亦都準備好了 預備 天一光 就將它埋葬 當日夜晚 萬分痛心的阿俊嫂 仍然誇眾念佛 但是 一想到可愛的孫已經死了 阿俊嫂 忍不住向佛菩薩講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你爲何不保佑我呀 在這裏左輪右里 得我一個人 信佛 念佛 人家都笑我 窮人 信什麼佛 念什麼佛 以後 更加笑我啦 佛菩薩 你爲何不保佑我呀 講完之後 阿俊嫂 又大哭了一場 昏昏沉沉地 就上床去睡了 但是 一想到阿達仔 就回來覆去 總是睡不著 大約過了四個多鐘 阿俊嫂 忽然之間看到一道金色的光 從天空中 直射入大廳 光明燦爛 不可思議 忽然間 阿俊嫂 聽到了二十日以來 已經不會哭 手腳僵直的阿達仔 大聲哭了出來 阿達仔 阿達仔 阿達仔在哭 阿蘭呀 快點來呀 阿蘭呀 快點來呀 媽 什麼事呀 什麼事呀 阿俊嫂 和她的女兒阿蘭 走到大廳 只是見到阿達仔的雙手 已經把蓋在她身上的爛霧扯開了 她們兩個人 驚喜焦急地把她抱起來 為她喝了一點水 奇妙的是 阿達仔 竟然能夠喝水了 第二天 天一光 她們就把阿達仔去北團看醫生 醫生覺得非常奇怪 為何會死了又回生呢 就要她們盡快把阿達仔送到台中省立醫院治療 後來 阿達仔平安度過了生死難關 當她出院要回家的時候 醫生就問阿俊嫂 這位大嫂 我看到你一直在阿達仔旁邊 不斷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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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口中唸有些什麼呢 我在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呀 阿俊嫂 就這樣回答這位醫生 用自誠心唸佛的阿俊嫂 不但救了自己的孫 同時 亦都因為這一段 真實又神奇的感應 亂化了好多人信佛 唸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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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夢接隱 村里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 早晚他都要去礼拜 阿娘 你要去拜佛呀 早上你不是去了吗 阿娘 你不怕累吗 念佛不厌多 拜佛不会累的 阿娘 你要去拜 我就陪你去拜啦 哈哈 老妇人拜佛念佛一直非常虔誠 有一天 老妇人忽然坐在家 对着空中恭敬的礼拜 她的儿子看到 就跑过来问他 嘿 娘 你想拜佛呀 我陪你去村里面拜啊 哈哈 儿子呀 快点和阿娘一起拜啦 一边说 老妇人就一边拉着个儿子 跟他一起礼拜 阿娘 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佛像 是呀 这么高大 这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你都没有提到 后来好几次 老妇人都说她见到观世音菩萨来到她家 每一次 她都非常恭敬的礼拜 有一天 她说给她的儿子听 儿子呀 观音大事说了好几次 叫我跟她走呀 她的儿子听了之后就说了 菩萨既然来啦 我们快点去城里面买些菜供养菩萨啦 老妇人 老妇人跟她的儿子说 好就好 怕来不及啦 来不及 哎呀 怎么会呀 娘 我很快就回来的啦 于是 她的儿子就走入城里面 等到她买菜回来 见到她母亲坐直在那儿 她的样子非常莊严光明 后来她知道 老妇人已经蒙佛接人上金阶啦 全片妹永运心呀 兴行 pik 你们不擅门 比平反省 是吧 除翠雷啊 有口奸 有什么不好吃 只会特别吃鸡丫猪狗 你们不清楚那两个球 我们不吃这个球 得杯酒什么 Parte tanks 哈哈哈哈 好,我戳了他們之後才過來陪你喝一杯 翠雷是民國初年的人 平時他很喜歡喝酒 而且特別喜歡殺生 雖然他的朋友經常勸他 但是他都不聽 直到有一天 是民國九年元旦的夜晚 翠雷,喝到醉紛紛 趴在飯桌上大覺睡 他睡得很軟 不知不覺之間,就來到地獄 有兩隻惡鬼 正在用一個鐘 很大力地蹤著一個犯人 他的樣子十分殘忍恐怖 翠雷上前一看 蛤? 哎呀 這個不是我的身體來嗎? 在驚慌中 感覺自己的背部受到撞擊 聽到大叫一聲 這個時候 空中傳來了這樣的聲音 再說 在念佛聲中醒過來 隨鱗才知道 剛發了一場惡夢 但摸一摸背部 發現真是很痛 從此以後 隨鱗痛改前非 專心學佛 念佛 他每日清念阿彌陀佛聖號 同時中讀《花鹽經》《普然行願品》 有一次他病得非常之嚴重 仍然支持著要誦經 由於他這麼精進 當他誦經的時候 空中時事都會出現好像圓鏡一樣的白光 有一日的晚上 徐雷跟他的妻子說 唉 明天佛菩薩就會來接引我 你應該把房子打掃得乾淨一些 上香準備迎接 他的妻子明天就照著做 第二日 徐雷洗完澡 穿好衣服 坐得好直感 念佛二往生了 一心懺悔念佛的徐雷 早已遠離苦逆地獄 求生西方安樂淨土 阿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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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啊,這位老伯,你也來看病啊? 是啊是啊,我聽說沈先生的醫術高明,又有善心 是啊,沈先生這個人真的很好,上次我們就見到他不單不收病人的診金,而且還送了一大包米給他 哦,真是一個難得的好醫生啊 哎呀,我聽這裡工作的人說,沈先生還是個信佛、念佛的人啊 哦,哎呀,那就難怪他這麼慈悲啦 就是啦 這位懸活濟世、慈悲利人的醫生,名叫沈忠毓 在清朝時代的人,在他25歲那年,妻子就過了生了 從此,他就專心修辭,淨土法門 他經常在寺廟、橋頭、街上寫了很多佛號和警示格言,勸發大家練佛 如果遇到很危急的病,沈忠毓就會皺著眉頭很難過地告訴對方 哎呀,你的業障很重,以我的力量沒辦法救你,都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呢 啊,不是啊,沈先生,你一定要救我啊 哎呀,我真的沒辦法呢 沈先生,大家都說你很慈悲的,你一定要救我啊 哎呀,沒什麼其他辦法的啦,唯有念佛啦 念佛? 念佛,我的病就會好回來? 是 西方極樂世界,有一尊阿彌陀佛 如果你能夠用智誠狠直的心,念一聲佛號 就可以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聚 對,那你信不信呢? 哦,哦,哦 病人點一點頭,沈先生就捉住他的手繼續說 你能夠重念阿彌陀佛佛號嗎? 嗯,如果你真的能夠念佛 那你的病還有希望可以醫好 於是,病人就跟著沈先生慢慢地念佛號 然後,他才為病人開藥方 非常奇妙的是,病人念佛之後又吃了沈先生開的藥 很快這樣,嚴重的病竟然慢慢好回來 由於配合宗教和信心的力量 所以,沈先生移動的藥方,往往特別靈驗 因此,跟從他歸向佛門的人 就越來越多了 唸佛開智慧 唸佛開智慧 清朝時候 在植弟這個地方 有位姓黃的人 由於他傻傻傻傻傻 所以,大家都叫他 王外頭 他一個人 住在破舊的茅屋裏面 哎,王外頭啊 這些是我賣菜剩下的錢 你拿去吃餐飽飯 好啊,很好啊 哎,他剛才給你多少錢啊 你懂不懂得算啊 哎,真可憐啊 有錢就不懂得用 所以,就叫王外頭咯 有一位陳道人 知道了王外頭的事 就來到他的茅屋 帶他回去 收他做徒弟 外頭,來啊 這個掃把是用來掃灰塵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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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早上起床 就要把地上掃乾淨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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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王外頭就學掃地 執柴 到了晚上 陳道仁就教他念阿彌陀佛的聖號 南 南 阿彌陀佛 南 南 阿彌陀佛 王外頭每次唸佛 都唸得不好 而且還唸呀唸呀 唸呀 就睡了一覺 外頭徒弟 你還睡? 你還睡? 你已經這麼蠢了 還不知道要精準? 就這樣 日頭掃地執柴 晚上就唸佛幾百聲 在禮拜一煮香的時間 過了三年 有一日的夜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外頭 忽然大笑起上來 陳道仁以為這個笨徒弟又偷懶了 就拿一支腸竹竿 準備打他 但是王外頭竟然這麼說 師父 你今天不能夠再打我了 陳道仁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原因 他就這樣回答 師父 你八百地坐了十八年 都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如果能夠像我那樣 老實地唸佛拜佛 早就已經往生西方 見到佛陀了 陳道仁覺得今天的笨徒弟很奇怪 但是 他又不明白他說什麼 第二天 王外頭就到了山崖 面對西方 合掌念佛 就站著往生了 火法之後 就承低了一些蛇利子 老實念佛的王外頭 其實 一點都不可以 多多多難無恥 大無恥 念佛救冥府 張元壽是山西人 家裏是以殺生為業 爹,娘,我們…我們…我們做個第二行好嗎? 嗯?轉行?哎呀,做慣了這一行,做什麼要轉呀? 爹,殺生總是不太好 不太好?哎呀,壽仔,這些雞鴨生出來就是被人吃的 對嘛,再說吧,我們不殺他,他又如何超生投胎呢? 就是呀,壽仔,你不單不來幫忙,還說這些話 你放心,娘有幫他們念佛超生的 但是…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很忙呀 孝順的張元壽,只好忍著心中的痛苦 暗中希望父母能夠早日不做殺業 沒多久,他的父母過了生了 張元壽就開始戒殺懺悔 元壽兄,你正在看什麼呀? 哦,張兄呀,我正在看佛像呀 張元壽雕塑了一尊三尺高的阿彌陀佛聖像 一心一意供養禮拜,稱念阿彌陀佛聖像 希望能夠將功德回向他的父母拯救他們 有一天,張元壽發了個夢 夢見屋裏光芒照耀 光中有二十幾個人 坐著在非常莊艷的連台上面 其中有兩個人對著張元壽說 元壽,我們是你的爹娘呀 雖然生平都曾經念過佛 但是我們的殺業太重 所以死後就墮落去叫換地獄 雖然墮落去地獄 但是因為念佛的力量 所以接受熱鐵和燒頭的認佛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在凍水一樣 昨天有位出家的師傅 和我們說法 我們二十幾個一起受苦的人 聽了他說的佛法 都離開了地獄了 將要往生佛國淨土了 由於這個因緣 所以我特別來告訴你 講完了之後 這二十幾個人都向西方而去 由於張元壽的大孝念佛 才能夠超度父母永間之夫 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念佛化熱魯 念佛化熱魯 為什麼不休息呢 沒辦法啦 趕工啊 宋朝的湖南潭州 有一位靠打鐵為生的人 大家都叫他做王打鐵 王打鐵 一家幾口生活清苦 所以他每日都看著打鐵 有一天 一位混由四方的僧人 經過他家 王打鐵 就供養師傅茶水菜窯 師傅用完之後 就對王打鐵說了 今天成蒙報師 沒有什麼好回報 只有一句說話送給你 師傅你請說 你為什麼不修行呢 修行雖然是件好事 但是師傅 我每天都這麼忙 怎樣修行啊 有一種念佛法門 無論你有幾忙 一樣可以修行 唷 念佛法門 當你打一下鐵的時候 就念一聲佛 拉下風箱也都念一聲佛 長期是這樣 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日命中 必生西方極樂世界 噢 這樣念佛 我都可以修行嗎 哈哈哈 是呀 王打鐵聽完之後非常之開心 就照著師傅的話去做 一面打鐵 一面念佛 終日打鐵 終日念佛 王打鐵的妻子 看見王打鐵 終日勤勞地念佛 就問他 哎呀 打鐵就已經夠辛苦了 還要念佛 那不是更加辛苦嗎 王打鐵笑著這樣說 哈哈 以前啊 當我在火爐邊打鐵的時候 就覺得又熱又悶 不過現在念佛之後 不單止不熱不悶 還反而覺得有點安樂自在 還要練習 還要做了 這樣 王打鐵 就不斷地念下去 過了很多年 有一天 他跟他的妻子說 哎呀 今天我要回家了 啊 回家? 這裡不是就是你家嗎 我家在西方 黃打鐵的妻子覺得很好笑 就不管她了 這個時候黃打鐵仍然同平時一樣 邊打鐵邊念佛 過了一會兒 她又爐裡面拿出一塊燒紅的鐵 一邊打一邊講 叮叮蕩蕩 九亂成鋼 太平漿鋼 左往西方 在這個時候 附近的人都聽到了空中響起 非常好聽的音樂 而且還聞到了奇妙的方向 黃打鐵念佛 實在是現代人修行的好毛髮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原來是個聽不到佛法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 小六子 小六子 你看一個人 他和我們穿衣服不同 嘩 他走過來 阿彌陀佛 小朋友 快走快走快走 小六子等我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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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小六子 我想吃那個糖葫蘿阿 這個時候 小康大師 走到他們面前 照著對他們說 如果 有哪一個念一聲阿彌陀佛 我就給他一萬錢 哈 一萬錢阿 小六子 好想吃糖葫蘿阿 我 我 我會念 阿 阿 阿彌陀佛 於是 小康大師 就照最初的約定 將哈回來的錢 送給會念佛的小朋友 後來 會念佛的小朋友 越來越多了 小康大師 又想了一個辦法 從現在開始 要念十聲阿彌陀佛 持有一文錢的 啊 十聲 好啊 十聲就十聲阿 十聲就十聲 我都要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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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年 住在新庭的人 無論男女老少 個個都會念佛 現在 大家才知道 這些才是真正的金銀財寶 沒多久 少康大師 就在俄龍山建立道場 帶領大家 念佛共修 喂 你看到嗎 師父的口中有佛像 真是奇妙 唸佛唸到口裡有佛唸出來 每當少康大師唸佛的時候 很多人都見到他口中 湧出了一尊尊的佛裏 念一聲有一尊佛 念十聲有十尊佛 佛像好像念珠一樣串連在一起 非常莊嚴光明 少康大師 不但善巧方便 道化身定的人學佛 而且 還用自己念佛的光明 來增進大家的信心 大師 在晶圓二十一年十月 身上放出了素道義綱 然後念佛安然而誓 世人尊奉為年終五祖 念佛臨邁虎 文國初年 在浙江慈溪 有位老婦人 老婦人 不單止家裡非常貧窮 同時有一個很不孝順的兒子 這一天 她又被她兒子罵了 心裡很痛苦 她就走到婦人的寺院 去跟師傅訴苦了 師傅 我真是苦 你已經知道什麼叫苦 為何不把苦賣了她 把苦賣了她 點點點賣 只要專心念佛 就可以把苦賣了她 老婦人聽了師傅的話 面上終於有笑容 但想了一想 又愁眉苦臉起來 師傅 我家裏又窮又小 床和租都在爛屋裡 而且床底還養了豬 那如何唸佛 無關係的 在家裏裡好好唸佛 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來到寺院拜下飯 老婦人聽了之後 就很高興地回家 娘呀 你去哪兒了 大半天都不見人 沒有人煮飯你知道嗎 老婦人心裡念著佛 走到早上 點著火 開始煮飯 從這一日開始 她決定 要將苦賣了去 三年之後 有一天 老婦人 突然間 跟她兒子說 兒子呀 娘要去極樂世界了 娘走那天 你要留在家裡 幫娘打點打點 她兒子 哪肯相信老婦人說的話呢 到了老婦人 預定往生的前幾天 她兒子 忽然之間聞到 非常奇妙的香氣 嗯? 好香喔 為什麼這麼香呢 究竟是哪家人在燒的呢 老婦人的兒子 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墳香的地方 這個時候 她突然想起 她母親說的話 嗯? 難道 娘說的話是真的嗎 後來 她兒子 果然在家裡守候 看見她的母親 沖過涼 換上一些乾淨的衣 然後 坐直身 安場 念佛而往生 懇切念佛的老婦人 不單止把貧府賣了去 同時 還能預知時至 安然往生 極樂淨土了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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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那個人又在念佛 五更天了 要開工了 阿福啊 每次我聽到旁邊歐古元先生的念佛聲 我就覺得 哎呀 你真奇怪 想那麼多幹什麼 他念他的佛 我殺我的豬 但是阿福 哎呀 你不要囉嗦了 我要去劏豬了 嗯 每天五更的時候 僱員就會按時起床 敲著大木魚 大聲念佛號 而旁邊的屠夫 也在這個時候 起床殺豬 有一次 屠夫聽不到木魚聲 就起床了身 他好生氣地窄避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就跟他說 哎呀 你沒有聽到旁邊那位修行人 每天都有敲打木魚念佛嗎 你自己不知道殺身有罪 反而來責備我 這是什麼道理呀 屠夫聽了之後 非常震驚 這個時候 語中還傳來了 在旁邊清清楚楚的念佛聲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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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屠夫忽然感覺不到 咦 大家都是人 人家每天一早起床 就修行念佛做善事 而我呢 就三百六十行 行行不去做 偏偏就要做這些殺生害命的事 唉 俗語都有說 命債要命償 這麼恐怖 唉 我都是不可以再這樣糊塗下去了 沒多久 屠夫就決定不再做殺生這個行業 當時 有很多屠夫都紛紛改變行業 而僱元仍然每天五更 就起床高聲唸佛 一句佛號 有如智慧明燈 照亮了眾生心中的梅名 後來 僱元要往生的時候 整間屋都充滿了蓮花的香味 大家都好驚喜 而僱元就好像平時這麼清淨 他慢慢地都跟大家說 我坐在蓮花之中已經半個多月了 我看到阿彌陀佛充滿了虛空世界 整個世界都是金色的 阿彌陀佛微笑地看著我 牽著我 還幫我披上袋子 我決定往生西方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他兒子就哭著這樣說 阿爹 你走了 那我們怎麼辦 姑元就笑著這樣說 你以為我是生呢 因為是死呢 太陽由東方升起 在西方落山 是否真是落山呢 講完之後 姑元就選了一個時間 沐浴清潔 換上乾淨的衣服 就端坐著 往生了 蓮花的香氣 經過整整三天 才慢慢地散去 念佛可延年 在清朝的江蘇太創 有戶聖羅的人家 有日深夜 羅夫人正要臨門 羅老爺 等下等 就睡著了 誰啊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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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老爺打開門 原來是一位出家師傅 他表示 將會暫時住在這裏 羅老爺 就將師傅請到進來 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 聽到孩子的哭聲 羅老爺 一下子就醒過來 才知道 剛剛發了一場夢 這一日大清早 羅夫人就生了韻媒 羅韻媒長大之後 曾經參拜百岩老爺 後來又專心念佛 羅韻媒 生離了一直 體育多病 有一年秋天 她病得非常之嚴重 她要睡在床上 信告就想著 唉 我這個病 怕會不會好 帶著這個病 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時候 忽然之間 聽到一把聲 聖年居士 你的壽命還有十二年 又怎麼可以說 沒有作為呢 非常奇妙的是 這件事發生之後 她的病 就馬上康復 因此 她就稱呼自己為 聖年居士 當時同鄉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念佛 所以 羅韻媒 就首先提倡 在鄉裡 興建了三四處的念佛社 因此 念佛的風氣 大為興盛 除了熱心勸人念佛 羅韻媒 亦非常喜歡布施 不理是 放生 持有救災 饑荒 她都發心救護 十二年 很快就要過去了 有一年的秋天 羅韻媒的病 又發作了 同鄉都非常之優秀 唉 怎麼算呢 來居士的病 又嚴重了 唉 看來空多吉少了 但是 羅韻媒自己 一點都不擔心 有一日的夜晚 一位上某莊嚴殊聖的神人 來到羅韻媒的夢裡 告訴她 聖年居士 你勸人 修行靜土法門 功德好大 現在你的壽命已經延長了 後來羅韻媒活到七十一歲 壽命延長了十九年 當她預知時至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時候 留下了這幾句話 七十一年 帶著這個疲勞 今天放下 何等此在 阿佛南無阿彌陀佛為金露宇 可老爺 阿 你現在要上山 阿 是阿 去採些藥材 嘿嘿 你不在山上有老虎阿 喔 老虎 沒有啦 自從山裡來了一個出家人 本來整山的老虎 都不知道去哪了 那當然奇妙了 這位師父 究竟有什麼法術 連老虎被嚇走了 喔 不是不是 聽說老虎 都做了這個師父的弟子了 啊 想起來 她的道行 她一定很深了 嗯 明朝龍慶五年 淨土中的第八代祖師 練慈大師 你到魂妻 原來山裡有很多老虎為患 但是 自從大師為他們種經絲食之後 老虎 就不再傷人了 住在附近的居民 心裡都十分感激 有一年 這裏鬧起汗災 居民人心茫茫 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哎呀 老天爺 你就帶花慈悲 下雨 是啊 這樣下去 我們怎麼算好啊 正當大家都非常煩惱憂愁的時候 忽然有人想到 住在山中的廉慈大師 於是 大家很慌忙地上山去找廉慈大師 求求師父慈悲 為我們乞求天公 下雨啦 大師呀 你的道行高深 就為我們師阿法術啦 是啊 你大法慈悲啦 你大法慈悲啦 練慈大師 看著大家焦急的樣子 然後就說 呃 我沒有法術的 我只知道念法 大家聽了大師的話 仍然苦苦哀求 希望大師 能夠慈悲為懷地 為鄉民求雨 在眾人的懇求之下 練慈大師 就來到乾看了很久的龍田上 一邊沿著田基而行 一邊敲著木魚唱念佛號 這個時候 隨著練慈大師的腳步 雨 竟然滴滴滴滴地下來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老天爺下雨啦 游水啦游水啦 沒想過大師的念佛性 比法術還要高明呀 是啊是啊 異常歡喜的鄉民 越來越敬重練慈大師 大家都爭相要供奉師父 互持道場 後來 跟著練慈大師出家的人 亦都越來越多了 終於就在這裏 盛就了一次大叢林 練慈大師 往生前半個月 就跟曾俗大眾告辭地說 這裏我不住了 半個月後 我將會去第二個地方 在萬曆四十三年 七月初四五時 果然依照他所講的時間 往生西方 享年八十一歲 大師得高望重 後人專奉為靜土宗第八祖 念佛想年台 宋朝有位慈國蟬師 在他幼年的時候 他父親就過世 他跟他母親陳氏 再依靠他舅父 後來 慈國蟬師出家了 他一直想要報答親恩 於是 就將他母親 接來長老子奉養 唉 住在寺院都不知道做什麼 兒子又不跟我聊天 只叫我唸佛 唉 陳氏非常煩惱 很多次都想借地跟慈國蟬師聊天 但是 蟬師都避開他 最後 他只好勉強地唸佛 南無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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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呀念 陳氏就唸出心得出來 現在 亦都不會想著他兒子 亦都不喜歡聊天 每日 他都將佛號念出來 咦? 念佛真好 以前爲何我不知道呢? 就是這樣 念佛念了七年 老婦人 果然在念佛聲中 安長往生 慈國蟬師 在這個時候才跟自己說 我身為人家的子女 總算盡了一點孝心了 後來 禪師發起蓮花聖會 廣勸大眾 不論出家師傅 或者在家居士 都來同修念佛 同時 要求大家 自定功課 念阿彌陀佛 從百聲 增加到千聲 從千聲 增加到萬聲 並且 回向法縣 往生極落淨土 法會期間 有一個夜晚 忽然來了一個白衣人 尚好莊嚴 年紀大約是三十左右 他對著禪師 恭敬地說 我想要加入蓮花會 麻煩師傅 寫上我的名字 慈國蟬師 就拿起明寶問他 你叫甚麼名字 好莊 好莊 禪師 就把他的名字寫上去 白衣人又說了 另外 都幫我哥哥的名字寫上去 你哥哥叫甚麼名字 好莊 講完之後 這個人就不見了 慈國蟬師醒來之後 才知道 剛剛在夢中 見到的是 普惠菩薩 和普賢菩薩 兩位大士 慈國蟬師的蓮花聖會 不單止感應了兩位聖德 同時 遠遠近近的人 都要來這裡 念佛共修 同上蓮台 念佛放光明 唐朝有位道郎法師 有一次他在寒陵山子講經 說到天都黑了,又沒有燭火借光 當時聽經的人,有些就在想 哎呀,這麼暗,真是字都看不到 是啊,這裡黑黑黑,誰去點蠟燭 這個時候,道岸法師舉高隻手 手掌突然發出光明 照亮了整座寺院,在座的人都非常之驚訝 哎呀,太奇妙了,師父的手會發光 真是神奇,就好像日頭那樣 道岸法師看著驚訝的眾人,平淡地說 這個光本來就在這裏 憑上照耀著,沒什麼好奇怪 道岸法師平時就信內西方極樂淨土 在精冠七年,道岸法師就對他的同修說 八月初的時候,你為我送行 到了預定的日子,四眾弟子都趕到來了 道岸法師就先安坐 這個時候,香爐自然發出奇妙的香氣 道岸法師先引領弟子品授菩薩界 沒多久,遼亮美妙的天樂慢慢傳過來 華麗繽紛的天人都匯合在天空裏面 道岸法師看著就說 這些是兜率天的天眾來迎接我 但是,我一向信賴是西方極樂淨土 為何不滿我所願 剛剛說完,天樂天人就消失了 這個時候,極樂淨土香花妙音飛湧而離 在長雲盤旋圍繞在眾人的頂上 大家看到這個景象都異常歡喜 道岸法師就對眾人說 大家好好念佛 現在西方極樂淨土 以現零碎來相迎 我要走了 講完之後 道岸法師就在法座上安長圓寂 生世安養 唸佛結善完 宋朝一位文彥博先生 曾經做官做到太師 又被封為露國公 又一次,他到龍安寺設齋供養師傅 正當他到大殿禮佛的時候 忽然間 供奉在殿上的佛像 因為年久失修 掉落地 文彥博 就不想再行禮了 只是看一看 就走了出來 在這個時候 站在旁邊的師傅 就問他了 文居士 為什麼不禮佛呀 師傅 那個佛像都爛了 我要禮什麼佛呢 文居士 過去的元德曾經講過這樣的譬如 就好像官道中的泥土 如果有人將它滑出露面 用來塑造泥像 樹立在路邊 在這個時候 經過的人 見到了 有智慧的人 就知道 這個是滑出來的泥土 而平常人呢 就會說 多了一尊泥像出來的 師傅 望著亡文言博 又繼續講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 有一位官人 馬上就要在這條官道上通過 於是呢 就有人很快就把那些泥像 拿回來填補路面 這個泥像本來就是沒有的了 現在也是沒有 不多也不少 而這條路呢 也不是新造的 不爭也不敢 文言博聽了師傅的話 當時心裡就有所醒悟 因此 向道的心 就更加狠切 他專心慈念阿彌陀佛 無論是早晨 或者是夜晚 無論是行住 或者是助我 從來都不透懶 同時 文言博還發願 要廣結十萬人 同生淨土 咦 咦 這麼多人 他們去哪裡 你不知道嗎 在我們這個京城裡面 有個十萬人的淨土法會 後來文言博 果然同一位淨研法師 在京城集合了十萬多人念佛共修 當時 很多士大夫 都因為參加了這個聖會 而受到了感化 開始專制念佛 求生淨土 而是愛人 作詞生意 唐朝的曾賢法師 是並周地方人 她的學問和品德 都非常令人有意義 在九十六歲的時候,看到了《安樂集》這本書,才開始回心念佛。 我已經九十六歲了,如果不精進念佛,恐怕就來不及了。 於是,曾元法師就每日早晚禮佛一千拜,練佛八九萬聲,這樣專心練佛了五年了。 有一日,曾元法師病了,就告訴他的弟子聽, 阿彌陀佛來了,祂給了我一件香衣。 觀世音菩薩,和大世之菩薩走在前面。 無數的佛菩薩充滿了虛空,這一次我要走了。 講完之後,一百零一歲的曾元法師就往生了。 當時,奇異的妙鄉,經過了七天,仍然沒有散去。 後來,親眼見到這件事的啟方和元果兩位法師, 就在五精子的結下期間,專心慈念阿彌陀佛。 他們共同在觀音像手中,放了一節楊枝法願講。 如果能往生淨土,你知楊枝,七日裏面都不會枯毀。 七日過去了。 楊枝不但沒有枯毀,反而更加清脆。 所以,兩位法師都非常歡喜,更加精進。 日後、夜晚,都在這裡觀賞憶念西方淨土。 五個月後,在觀賞中,進入了西方佛國。 他們看到觀世音菩薩和大細智菩薩,坐在大寶蓮花上。 同時,有千萬朵蓮花充滿其中。 阿彌陀佛就坐在最大的蓮花上面。 光明映照。 兩位法師就向佛作禮,並請問。 嚴浮提眾生,依經念佛,是否能往生極樂淨土呢? 切勿懷疑,決定得生極樂淨土。 後來,兩位法師,又親民釋迦茅尼佛,和文殊菩薩,同讚法花經。 而且,看到很多往生的念佛人。 當兩位法師,在觀賞中出定了之後,就告訴他的弟子聽這個景象。 你們要好好念佛。 師父所講的,句句都是真話來的。 啟方和原果兩位法師, 就在這個時候,一齊往生西方了。 佛為大法王。 靜土中的初祖, 衛遠大師, 在東進孝武帝太原九年, 來到廬山。 當時, 這裡只是一片荒涼。 衛遠大師, 就用手中的石像, 靜一陣地,然後說。 嗯,有寸,當著。 忽然間, 清涼的泉水, 在地面湧了出來。 於是, 衛遠大師, 就留在廬山。 靜蛇, 就取名為, 龍泉寺。 請問這位大叔, 你們一班人要去哪? 聽說, 衛遠大師在廬山這裏, 我們現在趕著去。 噢, 那我跟你們一齊去好不好呢? 好啊,好啊。 誒, 麻煩,麻煩。 師兄啊, 嗯, 我想去廬山醫子遠宮, 不知道你。 嗯, 我都早有此意啊, 不如一齊去吧。 想要接受衛遠大師教會的人, 越來越多。 遠遠近近的人, 都想來廬山。 由於大師, 居住在山西邊的樹林裡面。 因此, 山的這一面, 通通都是念佛的人。 大家都希望能夠有個, 寬敞的道場安住。 有一次, 大師開講獵叛經。 感應了山神, 亦都來聽聞佛法。 即時山神, 就發心, 要以神力, 護持道場。 誒, 怎麼突然行雷落雨呢? 咦, 奇怪了, 那些雨為何都向樹林的東邊吹過去呢? 當大雷雨過之後, 廬山東側, 竟然出現了一塊很大的空地。 同時, 建子所需要的木材, 都準備好了。 這件事, 被江州太守行醫先生知道了。 嗯, 員工的智慧、 道德, 實在太過令人敬佩了。 我要上奏給朝廷, 為員工納紙在廬山東林。 太元十一年, 廬山東林寺, 在大家恩切盼望之下, 終於完成了。 而東林寺的大殿, 就叫做神魂殿。 後來, 遠工一生, 都在東林寺, 教化眾生, 精盡念佛。 為員大師, 要往生前, 阿彌陀佛告訴他, 我以本願力的緣故, 來安慰你。 七日過後, 當生我過。 果然, 在東俊安帝二夕十二年八月初六, 端座念佛而誓。 享年八十三歲, 後人尊為年終初祖。 唐代的法照大師, 是淨土中的第四祖。 大歷二年, 大師, 暫居在恆州的雲峰寺。 有一日早上, 大師正在食竹, 忽然看到, 雲峰寺裏面拍出五色雲彩。 再看清楚, 雲裏面有山, 有水, 還有一座莊嚴無比的大聖竹林寺。 咦? 這個什麼地方來的呢? 隔了一日, 大師, 又在墨裏面看到這些奇妙的景象。 向人問起, 才知道是, 文殊菩薩的聖地, 五台山。 後來, 法照大師, 遇到一位老人。 老人問他, 你曾經許願, 要去五台山禮佛, 為何你現在不去呀? 唉, 時勢艱難。 怕且, 去都困難重重。 唯有取消這個主意啦。 你發了這個願, 就能夠去的啦。 怕什麼艱難呢? 發照大師聽了之後, 還不知道怎樣回答。 忽然之間, 這位老人, 就消失了啦。 大師心裏面想, 這樣的恩怨實在很奇妙。 所以, 他就重新發言。 發照願奉此事, 禮觀大勝。 就算這次去, 有大火冰河擋住, 也都終無退度。 大力四年。 法照大師, 就和幾位同道中人, 由南岳出發。 一路上, 果然平安順利。 大力五年四月初六, 大師一班人, 來到五台縣佛江寺。 當日深夜四更, 一道奇妙的光, 在遠處射過來, 照在法照大師的身上。 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光呢? 大師, 就跟著這道光, 來到一座山下面。 山下, 有溪樓。 溪樓旁邊, 有道石門。 門旁邊, 有兩位同子。 我是善才同子。 我是蘭陀同子。 請大師跟我們來呀。 發照大師, 就跟著這兩位同子, 來到了一座寺院。 他我高頭一看, 寺門有塊大金磅, 寫著, 大聖竹林寺。 寺院裏面, 黃金為地。 同時, 寶塔花台、玉樹, 充滿其中。 嘩? 這些不是我在撥頭裏面 見到的那些影像來的嗎? 歡喜異常的發照大師, 就跟著進了廣堂。 廣堂裏面, 有文殊菩薩在西邊。 普賢菩薩在東面, 都高座在獅子寶座上面。 為萬千大眾說法。 這個時候, 法照大師, 就禮拜兩位大士, 並且向他們請示。 大聖, 佛法浩瀚, 不知道, 收什麼法門, 最為重要呢? 文殊菩薩, 就告訴他, 念佛, 是諸法之和。 法照大師, 聽了之後, 又問了。 應該怎樣念呢?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彼佛願力不可思議。 你應當一心念阿彌陀佛。 命中決定往生永不退轉。 說完這句說話, 文殊和普賢兩位菩薩, 就為大師摩頂授記。 後來, 法照大師更加一心念佛, 誓願求生極樂淨土。 有一天, 大師正在練佛, 忽然見到一位印度真人對他說, 你的蓮花已經成就了, 再過三年就開花了。 三年之後, 法照大師就告訴大家, 他要走了。 說完之後, 就坐直覺身, 就往生了。 好人多溫、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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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滴